大家好,现在是春兰跟惠兰蒙花花苞的一个季节 那么这个季节呢,由于很多地方天气都非常干燥 所以很多花友都会担心自己的春兰或者惠兰这个花苞会消苞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技巧 能够防止这个兰花消苞的一些问题出现 首先我们准备一些水苔 但是这个水苔呢,我们一定要消毒过 消毒之后呢,再把这个水苔捂住这个刚刚长出来的花苞这些地方 捂住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花芽保持湿润的一个状态 不会产生消苞的现象 那么这边炉头的呢,你们可以不用理它 只要保护好这个花芽的地方,花苞的地方就可以了 但是平时大家浇水的时候一定不要给它太湿 一定要把它放到通风的地方 如果不放到通风的地方呢,也很容易引起消苞 那么我们把握了这些小技巧之后呢 就可以预防这个春兰那个花苞消苞的现象 好了,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点小技巧 觉得有用,点个赞吧